重庆的扎子洞之中 曾经关押着年轻的共产党员江姐 在这里他受尽屈辱 却依旧顽强不屈 保守着组织告知他的秘密 诠释着当时条件下英雄们特有的热忱无悔 即使这时候锋利的竹签已然嵌入他的手指 即使这时候他在钢鞭的折磨下已经奄奄一息 可以说他注定的精神力量远远超出普通人 令人肃然起敬 而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的女英雄 还没有等到重新解放就被军统秘密处决 那时候的他还正值29岁的青春年华 江姐其人在影视作品之中经常被作为英雄的代名词 而历史上的他原名叫做江竹云 19岁的时候加入共产党 受命和彭永吴假扮夫妻潜伏在敌军之中 进行组织交付的工作 而他和彭永吴也是真正陷入了爱情相互扶持 可是不久之后 他的丈夫就在战场上离开了人世 而且不幸的是 他丈夫的头颅还被挂在城门之上 这是何等的凄凉 可是江姐是坚强的 他努力抑制着心中剧烈的痛苦 带着孩子继续投身革命 后来便因为被出卖而遭的逮捕 关押进了地狱一般的场所炸紫洞 在这里他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言行逼供使他曾经昏倒过三次 可是就是面对这样的痛苦 他也不曾向敌人透露出一点消息 甚至还在狱中积极组织一些反抗活动 可以说他的意志坚强至极 果真如钢铁一般完全无法动摇 最终受到无情的杀害 饱含着对组织的忠心离开了人世 就在2018年 江姐唯一的儿子已然72岁了 他在美国定居并拥有朔博的学位 可是却遭到了来自记者们的质疑 大家表示他为何要定居国外 而不是像母亲一样为国家做出贡献 他只是哽咽着说了这样五个字 我已经老了 其中不免还有一种心酸和无奈 或许只是因为小样远离他幼年时所处的地方 从而逃避母亲被残忍杀害的 极度痛楚吧 或许人们对他的态度应当适当宽容慈悲一些 不要太过苛责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了解更多历史信息 请关注二江说历史 留下你的评论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